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這個工作坊 牛年快到了 所以我和大家做一個牛的禮事風 首先看看需要什麼工具和材料 工具基本上每次都差不多 一樣是張弧、剪刀、圓筆、間尺 雙面膠紙、打孔機、單孔 這個大概是1cm的打孔機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需要什麼材料 我們需要兩個禮事風 一小小的黑色紙 然後要一些金色紙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些金色紙 所以就是找一些舊的禮事風 我們需要金色紙其實不是很多 在這裡剪一些 那邊剪一些 就已經舊了 小小已經舊了 我們看看金色紙是怎樣用 或者禮事風是怎樣用的 我們那個禮事風 你留意一下 就是8cm乘12cm 但我們要的 就只要8cm 這部分就夠了 我們看看金色紙是怎樣用的 金色紙是怎樣用的 金光閃閃的紙 我們的背後 那張金色紙的背後 我們做了這個 是鼻的位置 這個就是兩隻耳朵 這兩隻牛角 另外那個尺寸 那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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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裡了 如果沒有黑色紙 其實用白色紙 剪兩條圓形 由黑它就可以了 眼仔也是 沒有這些眼仔 是用一個白色紙 然後就中間畫 眼珠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 接下來看看怎樣做法 把其中一個禮事風 把其中一個禮事風 就剪開它 剪開它就是一底一面 一底一面就是牛的面 這個就是黏在牛的底下 我們先看看 剛才說剪了一個 將麗士風的面 剪了8cm x 8cm 剪了這個就是8cm x 8cm 首先在上面就是摺 這裡是怎麼摺的呢? 這裡大概是半個cm 摺了它下來 摺了之後才開始畫這些線 接著我們將它對摺 按一下 就是中線 好了 接著呢 就是 畫出中線之後 將這個分成1,2,3,3分 大概3分 3分1,3分1,3分1 然後呢 這個角呢 就摺進來 向著這個 中線這裡摺 向著中線這裡摺 不過就不一定要摺到的 我們呢 斜斜地摺出去 到這個角這裡 到這個角這裡 你看到一個三角形 這邊呢 同樣也是這樣 摺了進來 接著 下面摺多少呢 我們就沒有所謂的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要的 那個牛仔的面的長度 其實是6.5cm 就是由這裡到這裡 應該是6.5cm 所以當你量度一下 這裡是6.5cm 就畫一條線 那你就摺了它上去了 接著 就這個角頭 這個角頭 在這個角 摺上來這裡 摺上來這裡 摺到怎樣才對呢 大概是這裏的摺口 和這裏呢 是繩一直線 繩一直線 好了 這邊也是這樣 摺進來 來到這個角 來到這條線 這個角 來到這條線 好了 來到這條線 這樣 這樣 差不多也是繩一直線 繩一直線 如果你覺得這樣比較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這樣 對摺回它 這裏本來還沒摺的 對摺回它之後 那就可以摺出來了 這裏呢 就 大家平了之後 這裏 這裏呢 就把這個 摺到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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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個臉就對稱 兩面 knapp 好 接著呢 在未瞻 我現在後面 再咁眼仔和鼻 前呢 我們就把這個底 做了 用這個底 做法 在未撻 這些呃 前 舌頭 以前 穿上這個 我們就用 Tá 剛才 Bio 把表面放上去 跟着它吸一条线 就是画一个六角形 画一个六角形之后 这样你就是 剪了它出来 剪的时候 就是剪入一点点 不需要剪在一条线里 剪入一点 就剪成一个这样 剪成这样 好了 这个是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做那个 背后 黏在这个背后 如果它是大了 你就剪小一点 接着剪小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先黏好眼耳口鼻 我们就是刚才 这里 这个耳朵 这个牛角 这个鼻 的位置 我们就去看看 刚才我说 这个耳朵 这里就要剪开 剪了之后剪开 那我们就怎么剪法呢 我们将它对折 对折 然后就剪这个耳朵 剪完之后 这里就要 在中间剪开它 成为两只耳朵 那两只耳朵 好了 接着呢 就是那个 牛角了 又是这样 对折 对折了 这样剪了出来 剪了出来 好了 但是呢 就不要剪开 仍然是黏住 这样剪了之后 就好像这样 这个牛角 这两只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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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呢 就是将它 将它 落些 浆糊 黏了它 那么呢 底面 都是金色 底面 都是金色 这个又一样 黏了它 底面都是金色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黏了它 那个 那个 背后 黏了它 背后 看到吗 背后 好了 看看 牛角 耳朵 耳朵 好了 接着呢 你就可以黏那些眼 黏了那个 鼻的位置 黏了两个鼻孔 好了 好了 接着呢 要做的事呢 就是我们拿一个 泥匙封 如果我们刚才没有 泥匙封 如果我们刚才没有 第二个泥匙封 拿第二个泥匙封 我们的第二个泥匙封 我们的泥匙封 有一个摄入去的刺口 的 这个很酸 这个位置 这些胶 这个泥匙封 很旧的 我们就要遮住它 旧的泥匙封 不要紧要的 我们就用这个牛的头 黏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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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角也能黏住它 牛角也能黏住它 黏住它 为什么我们要那个牛角 对不起 我说耳朵要黏住它 牛角为什么我说要两边都要金色呢 你看看 这个是鲤鱼 看到吗 这两个顶 牛角 这就黏好了 再看看 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略为丑样 所以刚才我们就剪成这块 剪成这个底部 黏住它 黏住它 遮住丑样东西 遮住它 那把它回覆下来 回覆下来 那麼我們就可以準備了牛仔的利用蝦 家傻、貓、義甫肥、父母 就可以做一個利用蝦 會放些土豆錢中 去送給比較少人的孫兒 但不用膩的 油大腿 因為這麼細胸 不用把蝦麸貼起來 因為撕一脹就會涼散 所以不用把蝦麸貼起來 這邊完成了 雷士風,除了做雷士風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除了雷士風 這裡有一個牛牛的雷士風 正面,這些雷士風很漂亮 除了這些之外,其實我們是可以做一個 這個電視,對不起,是一個雪櫃 做雪櫃的攝石,貼在雪櫃那裡 這些攝石就可以在一元店裡 現在每一元,一個人錢 買這些一格格的 如果你說,我買了一排,只用兩塊就好像很浪費 我們以前,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吵下去 有些賣告白的,以前不是在電腦裡賣告白 或者手機裡出現告白的 就在我們的信箱裡出現 他們會放一些這樣的攝石 這些攝石 上面就有他們的標誌,電話,地址 我們就放在雪櫃頭 現在就沒什麼用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怎樣利用呢 就剪了它出來,連在這個背後 就可以做一個雪櫃,貼在雪櫃那裡 另外呢,又可以做一個書籤 又可以做一個書籤 做一個書籤呢,我們就用一張卡紙 摺起它,又用這個那個麵 用這個牛牛的麵 用這個牛牛的麵 吸進去 畫一個印,畫一條線 就剪了它出來 不要剪,不要剪,不要剪掉 這裡呢,就是這樣 剪了它出來,就成為了這個 這個樣子 就代替這邊這個底 即那個麵士風的底 這樣就黏了它下去 又是黏兩顆攝石 又是黏兩顆攝石 一拍一拍,就是一個書籤 一個攝石 又是很流行的攝石書籤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手工 在這裡就謝謝大家 在這裡順便跟大家拜一個早年 祝大家牛年大吉大利 新臟力見 下次再見 拜拜